每一年到過年的時候 一定要來這裡找老闆蘇先生 為什麼呢? 因為要去買三世的金蠔 這個就是老蘇了 老闆蘇 你看這些肥一點點 好像我和你那樣 很漂亮 從哪裡來呢? 沙井蠔 沙井蠔油又出名 金蠔也出名 但是越來越難買 現在蠔紋就富了 請人做就辛苦了 所以做完一次就很少人再開工 你看這些不是開玩笑的 穿在後面那邊 穿著 這樣 然後呢 就生曬了 曬乾 半乾 半乾 多少功夫才賺你的丁多錢 今年賣多少錢? 四百元一斤? 四百元一斤? 沒有加價 因為我看別處都買五六百元一斤 這裡是白價 所以 所以買這些金蠔 買海味 老實人 找蘇老闆 今天我們就是做 昨晚買的生菜蠔豉鬆 蒸月頭 這一味當然是好菜 就是生菜 生菜 蠔豉就是好市 先刨薑 刨薑 要薑汁 然後放些蠔 在這裡 八個人 八隻蠔 左右 倒些薑汁 再加點酒 加少許糖 然後就拿去蒸一個小時 一小時 一小時 見到我傭人 現在切這些粒粒 已經切好很多粒 冬菇粒 筍粒 馬蹄粒 現在切紅蘿蔔粒 一包包著 等等 這些全部都是用來做生菜蠔豉鬆 包括蠔豉鬆 要切到這麼漂亮才行 否則今晚的食物就不好吃 沒有欠缸 一起吃 一塊 inches 好 烏雞 糟糕 穿蠔蟒 真是 能吃 C airports 可以吃 你好 不太lime 可以吃 要買一些中國生菜來做生菜包 生菜包要摘到最中間的條條都這麼綠才好看 現在就開始炒生菜蠔豉鬆了 當然起鑊一定要乾蔥粒仔 剛才沒有拍給大家看的 因為要來起鑊 另外一樣東西也要爆香的就是冬菇絲 接著就要放些肉絲 放完這些肉粒仔 然後就把剛才隔夜做的蠔豉鬆 蠔豉鬆炒上來也挺多的 炒蠔豉鬆的期間 放些酒下去了 蘸些酒下去就會更香 現在還未調味的 這個就是Water Chestnut和冬筍 經常都忘了Water Chestnut是什麼 然後紅蘿蔔絲 好了 然後現在倒入這些 剛才已經炒好了 出了油的臘腸和潤腸 大約每樣半條 蠟腸和潤腸每樣半條 好了 現在先關小火 原因是什麼呢 就要調味 先放少許蠔油 最好是放鍋鏟 然後放少許糖 放少許鹽 在這個時候就要關火 然後真的要試味 都適合味 適合味之後 就放這些 所有綠色的東西 都要關火才放下 否則它就會越炒越黃 放這些 味道就應該適合 就可以上碟了 是不是很漂亮 一桌真是客人 大哥 不要妨礙客人吃東西的時間 快點開聲 告訴大家 怎樣吃這個生菜蠔豉鬆 就是一塊生菜 包著蠔豉鬆 當然 怎樣吃 放進口裡吃 瘋會 中間 OK 好